我們愛心的調味 甜點放在裡面 那幸福的滋味 就在料理甜甜圈 歡迎收看料理甜甜圈 我是香噴噴的主廚香師傅 我是湯米阿朗朦的小炊子 今天要進行的是 你點菜我料理 要來參加的主廚是哪一位呢 來人就是團團老師 一起來歡迎團團老師 歡迎 蔡君好 蔡君好 老師好 蔡君好 今天的點菜料理是什麼呢 我趕快來公布給團團老師知道 今天是台南的彤彤媽咪 她說她平常去吃關東煮的時候 都有那種好可愛又好吃的福袋 不知道可不可以教我們怎麼做呢 那種福袋裡總共有三種滿足 三種 我怎麼這麼說呢 第一種滿足呢 就是要覺得好可愛喔 第二種滿足呢 就是它裡面可以放不同的食材 第三種滿足呢 就是呢 它在裡面的營養滿滿的喔 所以就是都被艾子講光光了 所以我現在只能請艾子 用渴望的眼神對著老師說 團團老師 你可以叫我們做可愛的福袋嗎 這個眼神也太令人招架不住了吧 那我們只好接下這個任務囉 我還要一鍋滿足一家人的胃 太厲害了 那我們趕快來進行 你點菜 我料理 團團老師 是 我們今天要做什麼料理呢 我們今天要做 和風小火鍋 既然是和風啊 裡頭就有一個主要的食材 我們要做一個福袋 那食材需要什麼呢 我們需要的食材有豆芽 蛋 葡萄皮 豆皮 胡蘿蔔 香菇 黑末 跟已經蒸好的芋頭汁 好 那我們要怎麼做 我們先來打蛋好了 請小廚先幫我處理蛋 沒問題 然後跟大家介紹 我們今天的這個主要的食材 就是我們的豆皮 老師我想問一下 這種豆皮會不會很難買 這個豆皮啊 因為不是一般 常常會用到的食材 所以通常呢 去大的傳統市場 或是日式食材專賣店 比較容易買得到 所以這跟我們吃的那個 豆皮壽司 豆皮不一樣嗎 一樣啊 它裡頭就是一樣 就是一個這樣子的袋狀 然後可以放飯 只是說我們今天用的是方形的 豆皮壽司是三角形的 形狀不一樣而已 所以我們要買的時候注意一下 對啊 不要買錯 土土買回來幫不起來 是啊 三角形的 沒錯 原來是這樣 好 打蛋公主再次登場 把蛋打好了 我們就可以開始 把蛋稍微炒一下 炒一下蛋 對 熱油鍋 基本上福袋就跟餃子一樣 咬下去最好一口裡 可以融合所有的食材 所以那種特別難咬斷的食材 或者是特別不能融入其他食材 的食材就不太適合 比方說金針菇 咬下去咬不斷就千隻了 就是還是有不適合 是啊 那我們趕快來炒蛋吧 來 我們來炒蛋 噗哧噗哧的聲音 很快的 很快的把蛋炒成細細的 細細的 所以我們要一直攪拌它 對 一直攪拌它 因為福袋裡頭的東西 你看我們今天福袋裡的東西 都把食材切得細細小小的 就是希望讓這個小東西 全部都可以放到食材裡 因為袋子就會小 不能放太一樣 對 沒錯 好 第一個就是炒蛋 炒好了之後呢 放到這裡頭 好 第二個呢 我們就開始來炒其他的食材 基本上就是把食材炒軟就好了 我們今天就是日式小火鍋 既然是小火鍋 我們就會希望食材放進去 很快就可以熟了 第二個是你炒過的食材 你頭的福袋的味道 也會比較好吃 香味會被炒出來 沒錯 然後包在裡面熟起來 所以 好 我們就陸續炒一些 比較有香味的東西 我們先來炒 香菇 香菇 好 香菇的時候 其實就盡量乾炒 也不用加很多的油 那很快 對 它很快就會出水 而且它很快就會出水 真的一下就變了 所以在處理食材的時候 也要稍微了解一下食材的特性 譬如說芋頭就是不容易熟的食物 所以我們就今天先把它切絲 切絲之後先蒸過 所以等會進去拌一下就可以起鍋了 不要炒太久 對 不要說炒它的時候 它還沒熟 結果它已經炒太久了 對 所以食材的特性如果了解的話 在煮飯的時候是非常事半功倍 然後再放黑木耳 對啊 所以福袋的意思就是說 你有什麼想要吃的 有什麼想要的營養 都把它裝進去 都可以放進去 你就會幸福滿滿得到福分 沒錯 所以媽媽也可以把小朋友 不喜歡的蔬菜可以丟進去 沒錯 我們現在要把豆芽鹽放進去 然後等一下再放芋蘿蔔 對 順序這樣才不會有得太焦了 是的 那老師在炒的同時呢 我就來烤好愛子好了 好 剛才老師有說到芋頭 它比較不容易熟 妳有看過芋頭本人嗎 有看過 它這個形狀不太規則 然後切開裡面 它裡面就有一點白白 然後有一點灰灰的顏色 然後裡面還有一點一點點 然後那個那一點 周圍有一點紫色 妳觀察得很仔細耶 妳是剛才芋草來看的吧 沒有 很仔細喔 不過我相信有些人 對芋頭不是那麼了解 妳知道它長在哪裡嗎 它是整個植物的哪個部分呢 那我們趕快一起來看看 今天要介紹的芋頭 芋頭它的種法有分 種在水裡面的 它種在土裡面的 兩種的方式 平常我們在穿梭上看到的芋頭 其實它的茎的部分 我們也是可以吃的 如果下面的那顆芋頭 它如果成熟 它這個茎是整個黃化 整個老化 我們就挖它下面芋頭起來吃 那如果還沒有黃化的時候 它在茎的地方 我們也可以採收起來吃 但是相對的 下面的那顆芋頭 就不會長大 看完在土壤裡面的芋頭之後 接下來呢 放一些昆布醬油 放一些白胡椒 來調味一下 再請小豬把蛋放進來 芋頭放進來 真的這福袋材料好豐盛 是啊 放一些 一些 全部都炒一炒就對了 對 記得就是你想要放什麼都可以 然後按照順序 按照它熟的程度 對 芋頭這樣配色很漂亮 對啊 很漂亮 而且芋頭在炒之前 在旁邊就已經開始煮一鍋湯了 對 那是開水嗎 就是我們的昆布柴魚高湯 對 好簡單又美味的 難怪老師其實準備的那個醬油 是那個 昆布醬油 昆布醬油 所以那個就是上次教我們的 昆布柴魚高湯 好 最後呢 我們再把 布達魚 放進 因為布達魚是很容易熟的食物 所以我們可以稍微拌炒一下 對 跟其他的食材稍微入一下味就可以了 老師叫布達魚的原因 就是因為它好蓋起來 對 小朋友的原因 它對於成長時期的小朋友 是很重要的營養來源 這就是一盤料理了 吃飯的感覺 什麼營養都有 蔬菜 烏雷蛋 沒錯 這個 然後手握在一起 然後變成一個小口袋 我們就把鍋的材料放進去 稍微壓一下 好可愛 最後我們要用韭菜把它包起來 對 我們已經用熱水稍微燙過的韭菜 兩個互約姐妹 對 把你今年滿滿的祝福 你的幸運 全部包到福袋裡頭 我們也可以一起吃下去 好可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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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小小的 對 真的自己就可以做出漂亮的福袋 休掉一下就好 好 好 是不是就是一個很可愛的福袋 真的 好漂亮 那我們兩個來 小的 我來試試看 好 那我可以包一個巨無霸的福袋嗎 那就看你的功力了 為什麼 會很難嗎 我們來綁一下 派子好像做得不錯 是啊 實在是超級優秀的 沒有 好 綁了一點蝴蝶結 還有蝴蝶結 雖然看不太出來 好好玩喔 對啊 對啊 小朋友最喜歡的就是這個步驟了吧 我想 對 然後壓一下 然後拿一根這個對不對 對啊 所以福袋也很適合當年節的應景菜 對不對 是不是很應景啊 福氣滿滿的感覺 是啊 廟太多真的會不好包 是 太彈心不好包 怕會爆炸 有了 雖然歪一邊 你看過年的時候呢 一家人圍爐是不是 就在旁邊包好福袋 直接丟到鍋子裡頭 火鍋裡頭 就是一個充滿福氣的綿葉飯 老師我這樣可以嗎 這樣我算蝴蝶結嗎 不賴喔 就是其實動手做 會很有成就感 是 已經滾了的那個火鍋湯裡頭 我們就放進去 感覺 超可愛的 福氣滿滿 福氣滿滿的 而且你看這樣子 好多福氣在裡面 所以我們在鍋蓋 再煮個 讓它滾一下 然後就可以開動了 好 那我們再請團團老師 再告訴我們 這個等一下會咕嚕咕嚕的料理 叫做 和風小火鍋 完成了 期待它咕嚕咕嚕 芋頭還有非常豐富的膳食纖維 可以幫助我們刺激腸味道的蠕動 預防便祕 還有甲離子 可以幫助我們穩定血壓 還有預防水腫 除了這些之外呢 其實在吃芋頭的時候 要特別注意 因為芋頭呢 還有草酸鈣 對於皮膚 其實是有一定的刺激 所以如果你生食芋頭的話 可能對於我們的嘴唇舌 都會有一定的傷害 但是呢 芋頭如果把它煮熟之後 就沒有這些問題了 美味開動 對 這看起來超可愛的 你看 目前看起來可愛 重點是它營養滿滿耶 營養滿滿 所以我們一定要 一次達成我的願望 已經完成了 三大願望 三大願望還不夠 最重要的是把它吃掉 對 要吃吃它的味道 先喝喝湯好了 竟然是今天的鍋物 食材的甜美都已經融入了那個湯裡頭 對不對 好鮮甜喔 好香喔 而且很溫暖耶 那個暖流就跑到心頭裡 最重要的就是這個啦 小福袋 吃掉它 福袋裡面的那些料 有很多層次的口感 有脆脆的 軟軟的 綿綿的 都有耶 沒錯 甜甜的 而且我一吃的 然後你吃就爆出來了 有一種甜蜜的感覺 最重要的是 童童媽咪你有學起來了嗎 你有把這個筆記做好嗎 你就可以享受這個福袋的美妙囉 想要知道更多好吃又有趣的料理 記得要準時收看我們的 料理甜甜圈 全家福袋再見 Bye Bye 多吃福袋福氣 來 謝謝